众所周知在娱乐圈一个演员没有背景和人脉 作为先人出道 基本都是从龙头开始 但今娱乐圈很多大牌明星大多是这样 从小角色开始才能磨练一个演员的演技 往往凭借着背景 一出道就担任各种男人 男一号的却很难成为实力派 小编今天说的这位明星 跑十年龙头猜变男一号 被赌王孙女求婚 如今结婚23年却无子女 对于欧阳振华 相信很多观众都看过其作品 出道37名欧阳振华出演不少影视作品 让人印象深刻的最大金枝 《驼枪师姐》《喜悦录》都是其代表作 在所有影视剧中 欧阳振华几乎都是正派角色 其幽默风趣的性格很有观众源 虽没有帅气的颜值 但依然是女性观众心中的标准 好男人 被称为师奶杀手 欧阳振华21岁就进入成为TVB成为艺人 除以做事的《舍雕英雄传》里 饰演乞丐甲 相信很多观众都知道 作为 显然 欧阳振华同大部分演员一样 从龙套开始 没想到的是持续时间有点长 跑了十年龙套 才迎来第一个男一号 在一号黄庭中 视野大律师于在春 对于这次机会 欧阳振华准备很充分 获得很好收视率 之后连续拍了五集 开始转路头角 第一次的主角 向欧阳振华开始迎来事业转折点 之后所饰演角色都是以男一号来主 与观众和合作增加不少人气 凭古装选一句喜悦录诵词 获得TVB万千星会和台庆最佳男主角 彻底成为TVB一线小生 在福岛的娱乐圈 出道多年的欧阳振华从无任何绯闻 其与赌王孙女傅杰的爱情更是让人羡慕 两人在一次聚会上相识 傅杰是他的粉丝 很快就开始相恋了 最开始与赌王孙女交往时 欧阳振华并不知道傅杰家境如何 两人结婚还是女方先求婚 婚后欧阳振华并没允许个富豪太太而放弃工作 惨 而加倍更加努力 可能不想让人质疑吃软饭 曾经58岁的欧阳振华与傅杰已经结婚23年了 唯一遗憾的是两人至今没有子女 不过这并不影响夫妻间的感情 欧阳振华对待妻子一直恩爱如初 经常同旷出席活动 欧阳振华并不影响夫妻间的感情